听学是现在是在 你们俩是在深圳工作对吗 对 是在那边做皮影戏吗 对 是谁是负责人啊 老板 那你呢 老板娘 我是那个剧团叫做来的 就是保安啊 然后各种 你这一个都起不来 你还保安呢 对呀 你打都打不过 有票就乱进 没票不乱进不叫保安吗 对 来来来 我现在就没票 来 你给我拦住 那你看吧 你看吧 你这拦都不拦一下呀 你这就 你们单位的钱 就都让你这么霍霍了 对呀 你真的行吗 不是 一个人也是赢 两个人也是赢 你看吧 上这种来的好几个 你都不收钱的 对 那现在你们皮影戏 生意怎么样啊 刚开始去的时候 就说基本上没人知道 然后现在慢慢慢慢 现在就说好多了 有一些小学生会去看吧 对 我们也会去学校 我们主要就是给学生嘛 小学生啊 然后初中生啊 还有旅游团啊 一些人去看演出 对 我们从一开始 什么也不懂 然后去慢慢的接触 去弹业务 然后还跑演出 然后跟人家谈 谈不好了还得 还也挺挺郁闷的 不过现在好了很多 那边也有很多人 去我们深圳的场馆 去看演出 对 天哪 那你现在是小经理了 就是暂时性的 朱总 负责 不是 不是 朱总裁 其实他 他是就是帮我很多嘛 得力助手 你混了半天 就人得力助手 你知道吗 得力助手 得力助手 刚才把那人都放进去 都不收票 你都不管啊 就是 我一开始不知道这种情况啊 但刚刚看了以后 我就知道 知道了吧 为啥说赚不了钱啊 为啥赚不了钱 人还挺多 都是他放进去的 对对 三个朋友 到底谁会来到现场呢 两位请到这里猜一猜 在你看谁来了的 节目设置中 大来宾决定 与任意一扇门 背后的嘉宾见面时 栏目组将允许大来宾 向其选择的嘉宾 提出五个有效问题 而这位嘉宾此时 只能以文字形式 将真实答案 呈现于房门屏幕之上 随后 大来宾则需通过 房门上答案 来判断房间内嘉宾身份 若判断正确 则请出嘉宾 并进入下一环节 若判断失误 大来宾将接受惩罚 我们经常连他一点都不知道 密不通通 不会想到 他们可能不认为想的是我们的 你们先见哪上门的嘉宾 三号吧 好 请提问 第一个问题 男的女的呀 男的 秦学士 男的 你得问他身高多高 要不然身高一米多 基本上一米三左右 基本上就定在修正圈 对 好 第二个问题 秦学士的脑子还是没有问题的 你来问 你来问 朱姐 我可以肯定地说 秦学士的大脑现在还正常 对 还是有一点还是可取的 第二个问题 身高 身高有度高 不到两米 我甜了 我觉得这个问的 这个给的答案 我觉得感觉这个 第三个问题 哎呀 我估计够腔了 你是中国哪个地方的 哪个地区的 北方人 第四个问题 这个答案感觉都是太 对 太大了 太大了 你起码应该说是 北方地区是吧 北方人 你问一个吗 第四个 呃 你现在结婚了吗 单身 看吧 哎呦 我的天呐 这单身的范围好多呀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会演评语戏吗 那我觉得应该是公司的 嗯 肯定公司的 关键他说 他回答给的答案都是 你说北方人 北方的 才应急啊 准备 准备 一定要在空中落地的时候 注意安全 首先招地 千万不要拿脑袋招地 记住没有 预备 那抱一块吧 嗯 哎 你这会儿还算可以啊 准备 到底 别给我冲上去了 有没有答案 结果咱俩都冲上去了 好玩了 让我们看看三号盲间 到底是谁 准备 准备一下 五 你别掉下去了 四 三 二 一 请打开三号房间 哇 这么酷 啊 两个全面 我 也没打扰 哈哈 是不是也没打扰 啊 哈哈 哎呀 哎呀 掌声留起 修权足球队的朋友们 好 好 修权足球队的人 哦 哦 好 谢谢 好